答应了 姐 许个愿吧 你最近怎么总心目在焉的 我没有啊 多计上两个保佑关闹呀 许愿 我不许愿 小孩子在许愿 愿望还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快许 好了 走吧 许的什么愿 我不说 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 肯定又是在想 那个世界的事吧 要你管 走吧 博弈 听 柔软的风吹过屋顶 看 月光在水面倒影 你 把心里的小小事情 全都唱给我听 我多想见一阵风 借一场遇见光给你 在每个潮汐 成都充满珍贵的回忆 哪怕穿越人海 穿越四季 天空和海底 因为有你才会无所畏惧 我庆幸没有放弃 没错过你 没辜负自己 让感动的泪落在 我们最好的年纪 就算繁华落尽 岁月更替青春都老去 在我眼里还是最初的你 我怎么在这儿 我不是去找薄业了吗 薄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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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小鱼 你怎么还在这儿坐着 租客就要到了 租客 什么租客 喂 你说的可是真的 那是当然的了 有人来看房 我跟你说啊 最近民宿是非常的流行 你们借武馆 破是破裂一点 但也算是别有一番风味 我感觉吧 应该能租个好价钱 考虑考虑 租什么租 这武馆只要有我奴隶 再添这不可能租出去 出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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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啊 师兄 你租不租啊 有病啊 我听他说的很有道理啊 我们武馆现在招不到学员 与其在这儿苦哈哈地过日子 还不如把武馆租出去 当民宿 还能挣钱 这武道大会不是 马上要开始了吗 只要我顺利过关 夺得冠军 奖金 名气 全都有 你要把武馆租出去了 我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了 博武派从来都不参与 江湖分争呢 那是因为之前没有我 自从黄师傅 说我为大弟子 博武派就有了希望和未来 看我打遍天下无敌手 为博武派证明 能看房吗 中介没跟你说啊 我们暂时 请 脑子短路了 昨天才跟人签完合同 我们武馆被包下来当民宿 这么多奴啊 你不是说武馆不足了吗 我们今天去参加武道大会啊 武道大会 就咱俩这水平还是算了吧 没有参加武道大会 没 没有参加武道大会 那我就碰不到原番 你是不是偶像剧看多了 我们怎么可能认识原番 可是我明明给他当保镖 给他当助教啊 他 醒一醒 别做梦了 你要不想签 我跟他签可多修了啊 那我真的在做梦 师兄 无关我不足了 不过我不能被做出去 对 祖宗 你到底怎么了 怎么这么突然 我 你好 你好 请问是房东黄小瑜吗 你好 我叫原番 这是我妹妹薄叶 想整个夜晚陪在你的 我 我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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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我 你 我 你 你